中国预言故事有三个远章 这是十年前的作品 就是2002年 应我们纽约的长宋中乐团 给他们的教育项目而用了 因为想出一个主意 美国的很多演奏团体都需要 向政府申请演奏的补助 同时有很多的教育项目 需要到社区和中小学去演出 这个长宋中乐团呢 其中也有很多我们学校毕业的演奏家 在他们的演奏过 同时现在也有一些学生 还有我们的思统思路计划 在一起演出 那这个曲子给他们写的时候呢 已经到过很多的中小学去演出 所以我就计划给他们写三个远章 其中第一个远章呢 就叫《古甲虎威》 这个是我们中国孩子在上学的时候都读过 第二个故事呢 是东郭先生和郎 所以你们从这些乐器的组合 和他们的表现之中都能想象得出 像动画片 但是呢 这个作曲在这方面呢 是不那么具象的 还是比较抽象的曲子 所以你只要想象就好了 不需要像描写故事一样去理解它 那第三个乐章呢 是《玉棒》相争 《鱼翁得利》 所以你就能看到他们的那种 细续性的争斗 就像回奏那种紧张气氛 最后当然是他们争夺不下来了 最后对于《鱼翁得利》 把他们一起报道了 这三个故事 也许也能不但给中国孩子有这个教育 同时也是对美国孩子和美国观众的一个 对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的理解 可以多元了解我们这个文化 肯定更远 以前我知道 Wid 什么官房里人 这三个皇帝身 Bad里人 很有名的 我认为这种原因是两个原因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音乐 他们问我认为这种文化的文化 我将会来到过去性化的事情 给一个授设计师计划 所以我可以設的三个词 我设了中国人的传统 以为明镜中的政治娱乐力 来到美国人的媒体 特别是中军人的作品 两个园子上的一场中国人 第三个第三个词 Gryfordian The fox, the first one is The first one is the fox follows the tiger's knife to pretend that the fox is the stronger one And the second story is the 冬国先生 Mr. 冬国 and the wall And the third one is They fight with each other And finally the fishermen got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 goal of that You can see that there are four instruments They are not a big program for music However, I don't want you to try to follow each instrument It doesn't work like this It's more of the composition technique Technique is still very abstract And for 皮卡 二渠 大餐前 And percussion Thank you 周杰 Thank you 周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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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